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择一只五齿翼龙 五齿翼龙呢 它是一种会飞的爬行动物 是最大的翼龙类之一 但是呢 其实它是不属于恐龙的 是属于爬行动物 它们生活在白恶纪时期 翅膀伸开 可以有7到9米之长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怎么折一只五齿翼龙吧 我们先准备一张材质 然后将它对折 再对折一下 然后我们再把它展开来 展开来之后呢 我们要选一角 比如左边的左下角 将这边呢 这一个角折进来 然后角呢 要对准我们刚刚折到的这个中心点 然后再把它往上面折 折完之后呢 我们要将 左下角跟右上角 这样子折出一条线 这个地方呢 会比较难折一点 所以呢 小朋友们要有点耐心哦 把它的角 找到 然后给它 对折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将 左上角的这个角 往下折 不要全部折下来 要留一些 空隙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这边 还有一个角 我们要将 右下角往上面折 看到了 看到了没有 我们的形状已经完成了 但是呢 你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些白色的呢 就是因为姐姐刚刚在 有对折的时候 没有对折好这一步 所以呢 它会有一点点 小小小的空白出来 但是没有关系 只要你们做的 比我好的话 就一定呢 可以把这条线 给它埋进去 然后接下来 我们要画 它的眼睛 无耻一龙呢 因为它没有牙齿 所以呢 我们就没有画 就不会去画 它的牙齿 但是它比较凶 所以我们要画的眼睛呢 就不是那种 圆形的 是有一点凶的 半圆形的眼睛 那接下来 我们要先画一条直线 然后再画一条弧线 形成一个半圆 接下来 我们再把 一个小圆 画在它的眼睛里面 然后给它涂嘛 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们的五齿 翼龙 它没有牙齿 然后眼睛会凶一点 好 就这样啦 就这样啦